自驾到广西巴马第三天 我们也算是感受到了这个长寿之乡的魅力 这里有好山好水好空气 许多朋友都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旅居 很多粉丝呢也想知道这里的交通物价等等情况 那么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七哥 我们现在是在广西河池的巴马县 来到这边了三天时间了 然后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私信 问了最多的就是三个问题 这边交通怎么样方不方便 住宿怎么样 还有吃的东西物价怎么样 首先关于吃的 大家不用担心来这边买不到菜 这边已经很繁华了 根本就不像是一个村子 大家看一下这些房子多高多大 菜市场啊 什么酒馆啊饭馆全部都有 然后这边的话买菜买肉价格是不贵的 其实跟县城里面差不多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吃饭呢 吃饭我们待会就要试一下 今天我们去饭馆里点几个菜 看看他们这边吃饭的价格怎么样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颇跃村的街道 大家看一下这些楼 天哪 比我们那个镇子还要繁华这里 这只是一个村啊 水果也特别多 广西啥都缺 就是不缺水果 大家来了可以放心吃 看一下他们的炒粉汤粉的价格 炒粉十块 汤粉六块 真的比外面现场还要便宜 和大陆想吃饭 所以我们找个饭店 点两个小菜吃一下 看一下这个菜单 我们现在点菜吃 大家看一下这个价格 这么一大条鱼 看到没有 48块钱红烧的 然后还有一个青菜16 这么看来好像这个消费也不高 这个是青菜 对 就这两个菜 我们两个人的话是60多块钱吧 在这边吃饭呢 不算贵 但是我就是这么觉得 长期过来旅住的话 还是自己做饭 最实惠 所以呢 关于住宿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找一间 就是能够长期自己做饭的那种房间 然后还要跟大家说一下位置 如果大家来爸妈旅居 有几个村子是可以选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坡越村 这里是最大的 最靠近百魔洞 附近一百米就是百魔洞 然后直接在这里住 平时就可以走路过来 其次呢 就是我们之前一直住的长寿村 我们是比较喜欢长寿村的 因为那边比较小一点 人少一点 但是距离百魔洞大概有七个公里 所以平时要搭公交车 或者自己开车过来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住在县城附近 县城附近也有很多村子 也有很多人旅居 大家看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就一个月是多少钱 一千五 一千五一个月 能做饭吗 能 什么都能 可以做饭 一千五 每个月 就是这里吗 哦 就坐在楼上 在百魔洞附近 像这种公寓的话 是一千五百块钱 刚刚问了一下 但是环境的一般般 可以这么说 但是距离百魔洞近 然后大家如果不想住这种公寓 想住那种小区的套房 我也找了个电话 现在打电话问一下 你好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养生园还有那个套房吗 有啊 是多少钱一个月 如果长租的话 你如果住一过月或者一个季度的话就是四千五 一个月 如果你房住的话可以少两百块钱一个月 哦 一个月四千五是吧 对 如果你住三半年以上的话就是四千三 哦 这样子 这种公寓房的话一千五 这种小区的套房四十多个平 就要四千块钱左右一个月 所以说大家看着考虑吧 在这里几天时间 总算是摸清楚这里的规律了 相对于那个长寿村来说这边波月还有这个摆摩洞附近啊 价格所有的消费价格都要比长寿村要贵 比如说租房子啊 还有停车费 这么看来好像是房车床车旅行旅居是最划算的一种方式了 停车的话像我们长寿村那边啊 有一个停车场 但是有水有电二十块钱一天 包月的话还更便宜 所以这种方式还是挺挺合适的吧 最后讲一下交通 交通大家完全不用操心这个问题 这里有个停车场 这里好多车 从北海啊 桂林啊 还有南宁啊 摆设过来 各个村子的村头 村委都能买到票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然后出城的话 这里有个六路的公交车 三块钱可以直接搭 搭到这个巴马城区 然后很方便 那关于巴马这边的几个问题啊 今天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回答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还不知道的 可以到评论区问我们 然后我们知道的就回答大家吧 拜拜